我们在这边啊 有一个叫做 Lesson 3里面是不是有个叫图样笔刷 那这里面 我们在illustrator里面 我们笔刷 是不是在这边 有一个叫笔刷的这个面板 你可以先把它叫开 叫开 那当你开一个新的时候 这里面 你看这个是像这样 有没有 有没有很多种 这个是课本的那个档案 这个 它有送你的 送你的 那如果不是从这边 我们不是之前有看过一些像毛笔的啦 有没有 一些书法效果的 也有 那这些笔刷是不是有个特性 就是说 不管你怎么画 它就是会有一个 比如说你看 假设我们 这边没有 不管你怎么画 比如说我用它里面的好了 比如用这个绳子 今天我一直比 不管你怎么画 它就是刚刚好 怎么叫刚刚好 就是说你看一下它的前面 它的前面 是不是就会有一个打结的 有没有 然后中间呢 都会是连着的 连着的 到最后 就是一个平的 有没有 不管你怎么画 还有像什么 像它里面有个很好玩的 像这个拉链 比如说你要做一个拉链 有没有 你可以从这边 你用直线也可以啦 但是 如果你要有曲线的拉链 不管你怎么用 不管你怎么用 头和尾都很好 一定可以从这里拖到这里 对不对 那或者说你做一个火车啦 也是一样啊 不管你怎么跑 它就是头一定在这里 尾巴一定在这里 中间那个车厢都会把你接好 好 那这种在我们里面 就是称作所谓的 涂样笔刷 那它里面 其实笔刷实际上有很多种 有很多种 那我们先看一下 如果说你想要自己来做一个 比如说像这个绳子的 有没有 你先打开这个 你来看 这个 这个 你先打开看看 画面先还给你 好那你现在看到这边 里面是不是有三个形状 其实这个事实上就是原本做好的 原本就是 如果你做的时候 没有切开 这个 三个接起来 就是一个完整的绳子 对不对 好就是完整的绳子 这样 只是后来把它切开来 因为你要把它切开 这样才能够接得起来 好就是说到时候 这个会不断的延伸嘛 然后这是头 这是尾 这样 那你要做这个有一个前提 你要先把你要的 这个东西 好先把它丢到符号里面来 你看我们原本预设的话 这里面是没有东西的 这个档案 等一下 等一下 这个档案原本这边是没有的 那你先把这三个按着它丢到里面来 OK吗 不要一次选三个 一次选三个变成是三个在一起 你又是这样就变成一次三个在一起 有没有 这样就不是我要的 好我只要一次丢一个进去 好你到符号这边把它丢进去 那画面先还给你 那你现在都已经丢进去了 我现在就 来告诉回到笔刷这边来 好回到笔刷这边来 你来这边 新增笔刷 来我们来新增笔刷 另外散落笔刷这个我们倒是没有特别讲 我们现在讲的就是图样笔刷 好那我们就点图样笔刷 确定 进来之后他就问你一件事情 你的中间要用哪一段 它下面不是有那个图吗 这个是放中间的 这个是放头的 有没有 转角的 这是放结束的 了解 所以我中间的我点到它 你往下找 你应该看到刚刚那一新增的 好 那么我的头 就是从头开始 70点有没有 70点 你可以滑过去 有没有 转角 我的70点 是不是这 我看下面这个对不对 一开始是这个 那结束点是不是这个 点到它 可是你可以发现这边 因为看起来是一样 所以我就把它做什么 这样 翻转就好了 因为我两个其实上是一样的 翻转一下 好了 我就按确定 这样这边就会多一个笔刷出来 有没有 跑出来了 那等一下你就可以来画看看 比如说我用这个 我选这个笔刷 我们画看看 有没有 诶 我这个没有 这个没有转过来 等一下 我画面先还给你 试试看看 先用它 你找一下涂样笔刷 有没有发现它就告诉你要怎么猜出来 有没有 假设你要做一个这样的图形 那么 中间这一段 是不是大家都一样的 有没有 中间这一段 那所以说 头 你看它A 它就告诉你应该填哪一个 有看到吗 中间 是中间这个 A就是中间这一块 B的话 是这一个 转角 有没有 转角处 C 是不是在另外一个转角处 是不是在这里 D 这一个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起点 这个 E 是不是就是终点 所以就是说你去对 要去对 那 它就 你如果画了 就画成像这样子 了解意思吗 原则上就是说 它可以用这样去定义好 那所以 不管你怎么画 它就有 有转角就放你所定义的那个图样 放进去 我先把画面还给 你可以先按一下 help help怎么进去 f1 或者你从这边来 你可以找一下 就是说它的说明事实上还不错 啦 有些概念你可以稍微清楚一点 来 修正一下 我刚是请各位丢到符号 对不对 你不用丢到这边 应该是要增加到色票里面去啦 对对对 对 要丢到色票 比如说这个对不对 丢进来 这样我可以吗 你看我后面只有 123 有没有 这三个都有的 那这样子的话 我就可以拿来用的 你看哦 我们再做一次 好 我现在这个就空的 我到笔刷这边 按新增笔刷 好 网路上其实你可以找到不少 就是有人像这样做好的 会 有时候你在做东西会比较方便 就稍微简化一点 那转角的我就用 呃 这个 横的对不对 就用这个 好 那 起头 我们找到这个 结尾 找到这个 有没有 这样你按确定 笔刷这边就会金针进来 那 你看到这样子之后 你现在 其实即使你用被子曲线 或者用圆也可以 好 所以我来 这个我把它缩小一下 好 今天如果你要做一个手提带 对不对 不是会有这样绳子吗 那我们先用一个椭圆形的 我们来看看 椭圆形的 有没有 那么 诶 等一下 我不是要填 这个不要填 好 那现在 可不可以从这边把它切断 好 你可以把它切断嘛 那 你可以用这个 去切 如果你只要一半 你就从这边切断 好 下面这个是不要的 拿掉 现在剩下上面这个 那么 可不可以套用笔刷 可以 因为刚刚这里 是不是有这个笔刷了 一套 有没有发现 这样就做好了 了解那个意思了吗 所以说 有些东西就是像这样 它比刷 如果有现场 或是说 刚刚我们讲拉链的 有的人 有看过那个 什么 有些创作它就拉链拉开 然后 什么东西拿出来 有没有 那那个就可以类似像这样的做法 可以做参考 所以 这样有时候再做会比较快 有时候再做会比较快 给你做参考一下 记得哦 更正一下 你把它丢到社票这边 画面还给你 可以啊 因为你笔刷大小可以调整 如果说你要调那个笔刷大小 像刚刚那个 看一下 没关系 你们先做 你们先把它调整一下 那我这边 那我这边 哪一个 诶 诶 不过那个不用管它 你就丢到社票里面就好了 丢到社票里面 就可以看到那三个 一样是个别独立的丢进去 丢到社票里面去 没有关系 因为到时候你里面可以找得到 我一定会让你发现 不过那些店 想到他们的家人 可以看到那些店 有没有事 你 你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